卧槽 去问你王心灵的这一生老公 炸碎了多少90后的心 早知道王心灵今年会在渠州开演唱会 我当初一定要多努力一点 今年8月王心灵带着20年前的回忆杀 杀穿了半个渠州 因为当时王心灵骂喊的那生老公 不仅让斗英转为她的专长 更是将所有90后杀得片甲不留 然而这还不是王心灵最疯狂的一次 起初在王心灵彩排的期间 让王心灵都未曾想到的是 这次的演唱会或许是她最疯狂的一次 当时在第一次爱的人演唱会临近结尾时 歌迷为了不让王心灵继续隐退 说完歌迷一起齐声大喊来告诉王心灵 即使再过30年 王心灵依旧是乐坛天后 虽然王心灵已经想到歌迷会进行打合唱 可自己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或许对于王心灵来说 有一种微笑真的叫彩虹的微笑 过早 但凡浪姐没将王心灵这20秒删除 王心灵绝对敢傻传半个乐坛 将时间倒回王心灵参加浪劫舞台的期间 王心灵的强势杀出 让娜英感到害怕的同时 也开启了她和主办方的厮杀 就比如王心灵的初舞台演唱的这首爱你 播出版和完整版本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是歌迷所熟知的版本 然而 完整版的爱你在结尾时 应该是王心灵在唱完歌后 衔接了一段热舞 可就是这长达20多秒的热舞 却在节目准备播出的当天 被主办方给故意剪辑掉了 因为在主办方看来 如果自己将这段热舞给王心灵加上去 那么王心灵留给歌迷的第一印象就是辣妹 反观王心灵在初舞台却是一席学生装 依旧和18年前的她毫无差别 如果王心灵是和前几年的演唱会传达一样的话 回忆杀估计是回忆不起来的 你感觉王心灵的这段热舞是该删掉还是保留呢 豁槽 原来当年就是王心灵的这首歌 彻底给芒果台干毛烟了 当时在浪劫舞台武功对战 搜露的当天 王心灵为何没有选择当年最狂的 第一次爱的人和梦的光点两首歌 反而是选择了当年和大眠等传烧呢 因为在王心灵看来 但凡自己唱这几首歌 那么真就没期待三十位姐姐的事了 要知道当时王心灵的这首第一次爱的人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凤凰传奇异 都要退避三社 因为当时王心灵的这首歌 在发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单单是彩灵的下载播放量 就已经高达一个亿 更是一举打破了当时彩灵的下载记录 之后内地一家影视公司 也曾找到王心灵 希望他可以为自家的动漫演唱主题曲 但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这首歌的出现 彻底终结了所有的00后 我追着梦的光点 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 加速度重出现扬起了脸 我们无效一起迎接 幸福终点